女生要去妇科就医之前 可以先做哪十项准备 让看诊不会那么地尴尬 也不会那么害怕 亲家的啊 你先 好强 好快 取软的手很快 可以啊 这个手势 可以穿着比较宽松的衣物 就是不要穿一大堆什么丝袜 针钞带 还要找钥匙 针钞带 没有 这样才可以快速地 进行整个疗程 对 来 请加三千 来 丽婷 可以了解一下妇产科的看诊流程 因为我们很常帮女性解决问题 肚子痛啊或流血 我们是要做内诊检查跟超音波的 所以来检查之前可以稍微搜寻一下 看看说大概流程是怎么样 有问题可以询问一下 先了解流程 来 对我说 有的 来 请加三千 法然 法然医师 我会建议整理好一下自己的病史或问题 我们常常遇到进来 她看到医师会慌掉 不敢讲 然后问了会答非所问 所以整理好问题或病史 我们比较好沟通 也比较快达到问题 100题也可以吗 你这还好 我上次有个病人128题 他就说医师好他做得太好 他说陈医师我知道你又说要整理 所以他写了14项每一项的后面大概7题 所以我算了一下 我说他开始要跟我讲的时候 我说你这整理得很好 我就要先去内诊台 我快速速读 我说你128个题目分类大概只剩7个题目 7个题目大概分一下 大概其实主要4个问题 不过他还是谢谢他整理好128项 对 好认真学生 好认真 对 来 请加三千 陈医师好 陈医师好 那我们在就诊前偶尔会做很多检查 所以好比说要照X光 或者是进行一些检查前 可能要确认自己有没有怀孕的状况 然后告诉我们现场的医护人员 或者检查人员这个状况 对 来 请加三千 陈医师 就是如果是来做例行性检查 像是子宫颈抹片筛检的话 那因为那个是要做一个癌前病变的筛检 所以如果是经期症在来的时候 那其实就会 所以採检就会没有办法很清楚的确定 你说最近来的时候做这个核武部标 对 避开惊奇 都会看到一些红雪球 所以你会跟他讲说等你完了再来吗 没错 就是会建议干净的时候 避开惊奇 来 请加三千 陈医师 我觉得可以先上网稍微爬文一下 了解一下自己可能的疾病 然后有一个基础的概念 真的吗 用Google看病院每一个人都是 DM都是癌症 不是吗 出口都会写得很严重吗 你的意思说是先了解自己有什么疾病 就是可以稍微就是 就是screen一下自己有可能是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有点心理准备之后 然后再去就医 了得 来 请加三千 我觉得要记得追踪 因为我们很多病人很有趣 他会把要不要再回来 要什么的都认为是医疗单位的责任 如果他回去没有好或者好了 他也说你没约我回来 所以记得要跟保持一个追踪回诊的 这个咨询跟询问 对 有的 有的 来 请加三千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先请教 有看诊过的朋友 或者是请朋友家人陪同来看诊 这样可能比较不会尴尬害怕 有的 来 请加三千 陈医师 如果说在前一个院所被诊断出一个重大疾病 然后内心很震惊 然后想要再去寻求第二意见的话 可能可以去不是多方比较 就是说听听看不同的意见 有在里面 有 请加三千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做这些准备 可以让你比较不尴尬 比较不害怕 但其实也不要做太多的准备 就是有健康杂志整理出 其实妇产科医生想告诉你的三件事情 但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包括很多女生要去看妇产科 他可能会觉得要内诊 他会尴尬 他可能就会想要修毛 或是想要过度 想要去清洗他的私密处 对 或者甚至会想喷一点香香的 但是其实妇产科 他真的没有时间去注意你有沒有修毛 以及如果你把那些味道 跟你的症状洗掉的话 会影响到他们的判断 对 然后他们其实就说 你比起去洗私密处 你不如洗你的脚 因为他们在内诊的时候 他的鼻子很靠近你的脚 如果脚臭的话 其实有点不太舒服 谢谢 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拜托ATM谁敢来Battle 订阅拜托ATM的YouTube频道 等你来Battle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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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